在我的理念里面 其实造型我觉得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食物造型 一种是空间造型 那食物造型 那其实你是需要对食物要负责任 那为什么要对食物负责任呢 因为我觉得好的食物 从它的生长到它的成熟 还有你的一个碰论过程 你是需要用自己的最好的一种手法 去把食物做得更加的美味 除了它的美味以外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它一个整体的造型 那我觉得食物需要美 造型也是需要美的 那我觉得食物是需要有温度的 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就是 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做了一个流水的 一个竹子的流水的 一个小小的建筑 因为我想用流水的概念 把莫甘山的泉水流下来之后 其实在松龙这个季节里面是可以生吃的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尝试过 在泉水里面流下来 用筷子去夹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这一次我是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催生一个新的一个职业 我觉得这个职业是叫什么 这个职业是叫美食策展人 因为美食策展人他把食物的造型和空间的造型 还更多的把文化 美学的东西融入成 其实它是一个大的造型 因为好好吃 我们下几次的时候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次来 我们下期见 1